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尽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 中国在应对上面明显失剧 引发了外界的热议 在美国就中国支持俄罗斯向北京施压之际 中国也试图要转移注意力 把自己描绘为维护和平的中立角色 不过在俄乌战争当中 中国真的能够保持中立吗 另外一个方面有分析指出 中国内部有越来越多制定政策的 高层官员正在形成一项共事 有一个国家将在这场动荡当中 脱颖而出成为胜者 那就是中国 主要是因为中国早就已经打下了战略基础 得以保护自己 免受可能面临到最糟糕的经济跟外交后果 而且将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地缘 趁至变化当中来获益 综合媒体报导 已故中国外交官吴建民撰写的一篇文章 近来重新被炒热 文中指出911事件发生之后 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当机立断表态反恐 让中美关系波云渐日步入坦途 事实上吴建民这篇旧文之前早就已经速度的流传 也曾经被某些中国爱国的民众赤为甜美 该文在本月9号又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被加上注解 提到911关键时刻江泽民的当机立断为中国赢得了十年的机遇期 尽管注解不忘附和目前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但是也强调面对到重大国际事件 要在关键时刻走出睿智的外交决断 该文指出中国在911之后争取到与美互动的关键时年 中国当时以最快的速度谴责恐怖主义 江泽民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五个小时 就决定要致电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布希 而布希上任之后对华政策转为强硬 911事件发生前中美关系相当的不确定 而江泽民的迅速谴责 也让美国认识到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事件之后美国变转将重点放在寻求与中国合作 跟发展关系上面 反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 北京尚未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 并将入侵的原因归咎于西方国家的扩张 有分析指出这是在美国就中国支持俄罗斯向中国施压之际 中国试图要转移注意力 把自己描绘为维护和平的中立角色 不过中国现在要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非常的困难 北京传统上跟普京友好 过去四五年中国一直跟俄罗斯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普京也是唯一出现在北京冬奥会上的大国领袖 中俄之间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条约的事实结盟 不过也有报道指出 有越来越多制定政策的中国高层官员正在形成一项共识 那就是中国将在这一场动荡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向欧洲领导人模糊地表示 愿意为谈判和解来提供帮助 中共领导层的计算是 最终中国必须努力超越他眼里的两大疲惫大国之间的斗争 让日益动荡的世界将中国视为一个稳定的支柱 中国的战略核心建立在一个坚定的信念上 那就是美国以被其鲁莽干预外国事务的做法给削弱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把美国的力量跟注意力拖向欧洲 这让拜登总统很有可能像他最近的几位前任一样 虽然会试图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跟更广泛的亚太地区 但是最终不会成功 然而中国未来的道路其实并不是那样的明确 跟俄罗斯走得太近 也可能曾在欧洲跟世界其他地区加深对中国敌意的风险 中国也可能面临到经济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来自于战争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但是无论如何 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大到足以承受 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创的打击 中国企业甚至可能已经为最终 从俄罗斯对贸易的迫切需求当中获利 已经做好准备 中国已经将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 视为培养一种抗衡美国的方式 但是也有分析不是这么的乐观 因为习近平可能过度高估普京的实力 普京则是过度地打造他自己的神话 这个神话在乌克兰事件当中已经破灭 习近平跟普京的境遇其实有点类似 他们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已经没有办法输 因为他们输不起 刚刚过去的北京两会期间 外界通常所看到的中共党魁 习近平在党内那种一言九鼎 定于一尊的地位 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一些观察人士感到诧异的是 这一位大权在握刺刹风云的中共最高领袖 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 如今似乎被树枝高阁或者是降调处理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中共二十大又意味着什么 二十大前会有洗礼之争吗 对此美国之音报道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依靠共同奋斗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3月5号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 就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录音片段 录音当中提到了共同富裕这个口号 就是这一篇将近一小时的讲话当中 唯一一次提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大力推动的旨在消除贫富不均的共同富裕目标 独立研究公司龙舟精讯中国问题研究总监白安如 则注意到 中国财政部的预算报告 只是谈到省级工作时提到了一次 法改委报告虽然几次提到了共同富裕 但是却将其列为十项任务的最后一项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2月25号 在庆祝所为全国脱贫的表彰大会上面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高调地表示 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 同年8月17号 习近平在一次财经会议上面重申了共同富裕的概念 当天新华社的报道当中反复提到共同富裕这个口号 连同报道的标题总共出现了17次 从去年官方宣传的共同富裕的特别高调 到今年两会期间的明显低调 习近平亲自大力推动的这个政策口号 在宣传力度上也出现了不寻常的变化 引发了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注意 有分析认为这种忽然降调的变化 显然不符合习近平的一贯强势作风 但是迫于内部跟外部大环境的形势 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跟让步 停止瞄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 或者是新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 在纽约的政论作家 北京之村齐刊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 江湖时代那些活跃的民营企业家到了习近平时代 特别是最近两年基本上都销声匿迹 他指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继续搞习近平发动的共同富裕运动 再不释放民营经济跟市场经济的活力 后果当然会很严重 也许这种情况使得习近平多少会做这么一种让步 美国南卡大学爱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则认为 习近平去年高喊的共同富裕口号在今年两会上面降调 并且压低声量 确实是中共二十大之前的一个看点 确实观察人士指出 共同富裕原本被认为将是贯穿中共二十大的主题概念 但是习近平本人在今年两会场合 只是在内蒙古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面提到过一次 而其他的官员跟与会者在整个两会期间也很少提到 对此日经亚洲评论一边庶民分析文章甚至注意到 进入到任期最后阶段的总理李克强 并未进入到人们通常预期到的那种搏脚压的状态 而是被认为其权威进来略有加强 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有席间里增的趋下 对此前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夏艾良认为 他并不认为李克强近期权威有所加强 他说他以往在北京通过首席李克强的一些人士了解到 现年66岁的李克强为人处事一项中规中矩四平八稳 因此他认为李克强缺少挑战习近平的勇气跟魄力 也不会在总理任内最后一年跟习近平来针锋 他对李克强或者是团派江派跟政治老人的影响力 对习近平的制衡完全不抱任何脱离实际的期望 今年中国两会因为总理李克强 透露这是自己最后一年总理职而备受关注 但其实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关注点 那就是政协主席汪洋的讲话 香港《明报》专栏作者孙家业在一篇题为 汪洋为何前后不同调的文章当中写到 汪洋今年在代表政协常委会做工作报告 跟在闭幕大会上的讲话基调不同令人胡一 他观察到3月4号的政协工作报告 汪洋似乎跟随习近平新春团败的团结的主基调 大吹和风还有不少大胆的论述 汪洋要求政协委员人人重团结 人人求团结 人人促团结 又提出杜绝方法手段简单化 避免目标行为短期化 在防止评价标准片面化方面 他指出既要看关键时候的坚定立场跟表态发声 又要看深入戒别群众宣传政策 化解矛盾 增进团结的履职实践 在旗帜鲜明讲政治方面 他提出了 强化不是靠说了算 而是靠说得对的履职理念 提高从说得对到说得入脑入心的工作本领 提倡坚持循序渐进 绵绵用力久久围攻 但是五天之后的闭幕会上 汪洋讲话的调子则维持一变 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一贯之错的更好 他说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后有不同 但是政治立场不能够含糊 政治原则不能够动摇 政治方向不能够偏离 要求委员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 善于用政治眼光来观察问题 在分繁繁杂的形式变化当中来区分现象本质 在多元思想的交流交锋当中来明辨是非正位 在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当中来坚定制度的自信 政协的工作报告应该是早就起草的 也经过了中央高层审定过 并非汪洋个人之作 而闭幕会上的讲话 则应该是他针对最新刑事首发 在高层领导人当中汪洋被视为改革派 他的崛起与其安徽同乡胡锦涛的体系 有相当大的关系 今年67岁的他虽然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大线 但他是2007年17大上 跟习里同时入局的资深领导人 20大之后的走向也动见观瞻 事实上去年北戴河会议之后 就传出了中共内部斗争激烈 其中过去以低调知名的现任政协主席汪洋 突然间高调了起来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当中的席位也有所变化 他将接班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的消息 也因此不禁而走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这很有可能是习近平派出来的 用以混淆美国视听的消息 综合媒体报道 日前中国政坛有诸多对于汪洋有利的观察 汪洋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首次露面 就是在习近平8月18号 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在过去的会议当中 汪洋的排名都是在李克强 王沪宁跟韩正之后 而且官方称汪洋是参加会议 但是这一次汪洋的排名位于李克强之后 在王沪宁跟韩正之前 另外汪洋再次公开露面的地方 是在去年8月在西藏 汪洋以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 参加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西藏 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 在汪洋赴西藏之前 习近平才罕见的造访西藏 而在之前西藏60年典礼出席的是习近平 50年典礼出席的是胡锦涛 当时他们的身份都是接班人 而这两人在隔年也都接任了中共领导人 不过后来相关的消息却也不了了之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